那接下來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園要來幫大家讀讀報 我們先看到新聞頭條 我們新冠疫情是連三天飆新高 那本土新增案例是從180變成206 結果到昨天瞬間飆增了333例的本土確診 最多的確診數仍然是落在雙北市 那全台7天累計784個人確診 衛生署的前署長楊智良 他昨天就預測 疫情大概會在5月20號的前後達到高峰 那單日的確診數可能就會逼近千人 28號之後才會逐漸的趨緩 那考量到醫療量能 可能崩盤新北市與醫界 都是呼籲中央應該要來設立方艙醫院 來安置一些輕症狀或是無症狀的病患 來減輕醫療的負擔 但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他是認為 國內已經有強化版的集中檢疫所 作為社區以及醫療院所的緩衝 相互區隔 所以目前是並沒有考慮要蓋方艙醫院 那專家當然也很諷刺嘛 就說政府現在的防疫政策 幾乎都是過去被網軍攻擊的這些建議 就包含了擴大普篩啊 尊重地方政府的疫調以及趕快購買疫苗等等 所以專家就說如果早早就做好了 那該有多好呢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現在真的又要再度的鎖國了 而且要鎖一個月哦 那專家的行政指揮中心昨天是宣布 從明天開始呢到6月18號會採取新的邊境管制措施 暫停旅客來台轉機 並且呢沒有持有我國居留證的外國人是不能入境 勞動部昨天也宣布了從明天開始外籍移工暫緩來台 指揮官陳時中就說這個是維護國內防疫的安全 也是為國人保留醫療量能 陳時中就指出近來本土確診人數不斷的增加那醫療量能緊繃 這些量能希望可以保留給我們國人來使用 所以對外國人來台做出了限制 另外減少外國人入境空出來的防疫旅館也可以作為緩衝用途 可以留給國人隔離使用 另外指揮中心他們17號也表示因應國內的本土疫情 中央健康保健署即日起陸續將通報個案這個檢驗呢 如果是陰性的人以及經過疫調列為自主健康管理者 分別就是在健保醫療資訊的雲端 查詢系統註記為通報個案經過了檢驗陰性 自主健康管理個案14天內 或是呢會變成經疫調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個案 另外我們來看到針對是否要提供大陸的疫苗給台灣 大陸的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7號的時候 他是指出近期台灣新冠肺炎的疫情日趨嚴峻 那廣大的台胞呢現在是面臨防疫壓力不斷的增加 他說廣大的台灣同胞是急切的期盼使用大陸的疫苗 當務至極就是去除島內人為的政治障礙 讓這些廣大的台胞是有疫苗可以使用 也是讓台胞的生命健康利益福祉得到必要的保障 不過對此我國的陸委會時機後是回嗆了 說首先疫苗取得以及使用呢是屬於醫衛專業的事務 指揮中心已經持續對外說明相關的進展 本會也呼籲社會各界仍然是要以指揮中心為相關說明為具 另外他們還指出對岸是不必要有一些假好心 只要大陸不阻擾那我們就可以更快速地從國際上 取得更多可靠的疫苗 那對於銀河陸方宣傳的少數意見 無法代表台灣的人民 陸方也不應該錯誤的理解 如果中共真的以蒼生為念呢 就應該要停止軍機繞台 讓台灣的專心抗疫才是兩岸人民之福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陸委會提出的回應 另外我們就要來關注513大停電 大家還餘計有存 那台電昨晚又是緊急地宣布分區限電 台電就說明與513大停電是人為的失誤 導致電網問題不同 這一次分區限電確實就是供電出了問題 那主因就是新達電廠一號機 下午又是傳出了故障 那修復之後並連升在耗時比較長 加上我們的水情不佳 所以水力發電的調度到晚間也已經到了極限 沒有辦法應付入業之後 仍然有大量住宅用電的需求 所以影響的時間大概就是兩個小時 不過相隔短短才5天之內 全台兩次分區限電 民怨已經沸騰了 蔡英文總統昨晚也在臉書上再次抱歉 他說對於昨晚這個部分地區 臨時暫停供電 他是感到非常的抱歉 他說大家都很難接受短時間兩次停電 那連蔡英文自己也是很難接受 另外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也是因為分區停電造成了民眾生活不便 以及困擾深表歉意 藍隊立委分別點名 經濟部長王美花以及台電董事長楊維甫 必須要下台負責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持續的乾旱又高溫 現在寶山水庫17號 蓄水量已經跌破了一成 只剩下9.8% 那寶二水庫是再創新低 剩下3.9% 寶山鄉長呢 插著建議政府應該要在鄉內的北坑 來蓋寶山水庫 不過北水局的副局長 他是指出蓋水庫現在不是優先的選項 已經計劃要提高寶二水庫的一流燕的高度 增加寶二的蓄水空間 那北區的水資源 預計本週將會有一波的梅雨封面來報導 如果再沒有降下雨來 不排除就是要調整桃園地區水情燈號 要改為成燈了 那目前也將石門水庫 每日出水量是有133萬噸 調降到130萬噸 那截至昨天為止 石門水庫大壩水位208.98公尺 但是滿水位的時候應該是245公尺 那蓄水量2606萬噸 那蓄水率現在也只剩下了 12.8% 以上就這節讀報提供給大家